大學生是一種自我其實不正常的生物 每到的晚上我們就必須來點MSG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發掘蛋捲 然後我們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香醇芝麻 一個是農青巧克力 然後我們先來吃芝麻 好門開了 原來它下面可以開 欸包裝怎麼那麼難開啊 出事了 對有障礙 包裝開箱子 欸怎麼那麼難開 它這邊有 欸怎麼那麼難開 太難開了吧 很開 然後它這邊有附一個小刀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 把它劃開嗎 媽還在過度包裝 都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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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對八間 但覺得顧名思義就是它有八的形狀 這樣感覺口感會更多元 還有這個農青巧克力 我現在會開這個包裝 熟能生巧 還是好難開喔 怎麼會這樣 我們剛才品嘗完之後 我們現在要繼續來 那個講它的口感 我覺得 八結蛋絕它成功的地方 就是它不會跟傳統的蛋絕一樣 就是那種 圓形的吃下去的那種 空氣感太多 它就是很雜實又有層次感 然後現在換另外一個人 我自己是比較偏好芝麻的 你吃下去的話 第一個味道就是 呼比而來的 那個炒芝麻的香氣 它搭配它整個蛋捲 它的蛋的味道就是 非常的香配 學長 那個 我這兩個吃完 我都覺得非常好吃 但我比較偏好巧克力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 就是 結婚的那種禮盒 禮盒的那種巧克力 跟這種很像 就是 甜甜的 但尾韻有點苦 就是 感覺就比較高級的巧克力 我也不太會 不太會說 反正就是好吃 讓我們歡迎 洪志恩 我覺得原味的話 就是 乾娘 巧克力 乾娘